最近一个非常热门的新闻就是 哈利王子及梅根接受CBS的访谈 大报英国皇室的一个内幕 其实你从哈利王子的命盘当中 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懇怯的一个讯息 这哪里是在报英国皇室的料 而是叫做她的妈妈戴安娜王妃 这个还魂复仇记 今天我们就从两个人的命盘来做一个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哈利王子的命 其实一般人对哈利王子不是很了解 尤其你光看他的样子 其实真的会看走眼 那看一个人最简单的就是 从他的八字命盘去做一个分析 那哈利王子的八字命盘 你可以发现满盘都是结跟印 结印几乎都占满盘的一个格局 那很多人不懂说 为什么什么叫结跟印占满盘 结印占满盘 首先它有三个很重要的特色 第一个叫做自我意识很强 自我观念很重 以自己为主 也就是他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 他认为不是对的就是不是对的 叫做主观 那第二个 这个结跟印啊 或者是比格印这么重常常会产生一种情形叫做不流通 不流动 其实在中医的观念里面 只要命盘的气势流动不顺 一定会产生神治病 或者是我们叫情治病 那第三个哈利王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叫做满盘坚硬 尤其月之座正印 那很多人不知道月之座正印对当事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其实最简单的而言叫做恋母情结 所以哈利王子有很这个深刻的恋母情结 他对他妈妈的依恋 对他妈妈的感情 是那种打从骨子里谁都没有办法去分离的 那这时候我们再从一个细节来看 叫做看他的紫围斗树的命盘 在哈利王子的紫围斗树的命盘 命宫空宫啊 做这个天魁跟陀罗 叫做什么 叫做双面人 这个人我们常讲说上可为菩萨 下可为恶魔 上可以好像温文儒雅 下可以叫做非常的强烈 非常的激烈 为什么 我们从他的这个福德功叫做连针跟破君双化 叫全路双化 连破他的格局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烈 而且非常这个所谓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而且连破更是一个叫神治病的一个组合 所以对他而言冲动 想要有所作为 或者是浮出台面 是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那现在回到哈利王子身上 他是戴安娜王妃的孩子 那戴安娜王妃在皇室里面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以至于最后婚变甚至死于意外 这个故事我相信对哈利王子而言 是一个很深刻的冲击 甚至是打击 但更重要的一点 因为他连破的格局 他一定会想要替他母亲出头 所以以前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叫做 王子复仇记 其实哈利王子正是这种叫做 王子复仇记最佳的一个写照 那他要来用谁来复仇呢 这个众里寻他千百度 末然回首梅根就在灯火阑珊处 哈利王子他的命照是封闭的 他想表达表达不出来 他想出手无从出气 他想要为他妈妈生一个白或者是画一个约 但是他不知道要从何着力 有谁出现了 梅根出现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把梅根的密盘看一看 就可以会有更深的一个体会 对于梅根而言 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叫做它是一个月之是财 然后年柱是官 叫财会生官 它是一个叫帮夫运 但是这边要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所有一个人帮夫 你一定要看叫做前主中主或者是后主 从梅根的八字来看 他在他的前主跟中主 也就是他人生的上半场 他是帮夫的 他愿意为他的先生 做出任何的一个付出打击 甚至叫牺牲在所不惜 那叫做前半生 后半生每一根叫做 比肩跟食神非常的强势 叫做后半生要做他自己 前半生为先生而做 后半生是为他自己的活 是梅根最重要的一个写照 那再来 再从梅根的这个紫围斗数中来看 梅根的紫围斗数它有一个特色 叫做这个舞曲跟贪狼藏在一起 这个贪狼跟舞曲 舞曲画科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敏感组合 对贪狼而言 叫做贪狼家文曲喜欢演示 喜欢遮盖 也就是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这是奇异 其二 贪狼家文曲画科最喜欢怎么样 站在台面上 叫做他需要有一个舞台 他需要有一个空间 来呈现他自己 所以听到他的访谈说 哎呀他有多大的压力 心中有多少的委屈 那今天他会说这个原因就是 他具有一个叫演员最佳的特质 叫做文曲画科 他可以在台面上把自己装扮成 楚楚可怜或者是一个斗士 甚至成为一个强人的形态 所以从整个这个梅根 以及哈里王子两个人的配合当中 你可以发现 哈里王子写的是剧本 梅根正是这个剧本的一个执行人 他们所执行或者是他们要呈现的一个态度 叫做王子复仇要把英国皇室先翻窝 把整个窝都给翻了起来 我想这是这一次他们在这个CBS访谈当中 呈现最重要的一个主轴 那当然我们说这个命相心相都要合参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 哈里王子的相 其实哈里的王子相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有三梭 三个地方梭起来 第一个叫做什么眉眼梭 第二个叫两眉梭 第三个叫做这个两眼梭 很多精神状态有问题 或者是说有状况的人 他通常都有一梭二梭跟三梭 当一个人内心呈现出天人交战 或者是想要有所作为 可是又被闷得出不来的时候 最容易的呈现就是在这个三梭上面 那当然下来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梅根的这个像 梅根的像是标准的一个叫外全 其实看一个人像最简单的一个看法 就是男生从这个笔准以上来看 女生从笔准以上来看 首先来看这个梅根 梅根其实最特色最出色的地方叫做嘴大融泉 他的嘴是大的 很多人说这个大嘴小嘴怎么看 很简单 你根本不用去跟别人比 你就跟自己比 你的瞳孔往下拉两条垂直线 如果当你在这个不说话静止的时候 嘴巴比两条垂直线小 叫做小嘴 如果展开的比较大 那就要做大嘴 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这种人 这女生的嘴大叫做石穹郎 或者叫做这个权力欲望很大 叫做掌握性很大 他绝对不甘于坐于仁后 那他的这个双拳呢 我们说鼻拳拱位啊 女生的鼻拳拱位看两个 第一个是鼻跟拳之间的三角 那第二个叫做蓝台跟亭位 鼻准跟蓝台跟亭位 又会呈现出一个三角形 那你会发现 对于梅根而言啊 他这个鼻准啊 跟蓝台亭位的这个三角形 稍显一个锐角 代表着这样的人有个特色 尤其你看蒋介石也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他一定要站在别人的前面 谁都不能站在我的前面 蒋介石谁都 他都不让任何人站在他的前面 同样道理对于梅根而言啊 叫做只有他高高在上 让别人恐怕都很难走到他的这个前方的一个位置 第二个鼻拳拱位啊 他在这个鼻拳上他呈现一个非常明显的顿角三角形 那这种这样的一个外权啊 在我们相学上叫做虚张声势 或者叫做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这个哈利王子的王子复仇 需要梅根这种需要因借贵而贵的这样的动机跟目的啊 那两者叫做一搭一唱啊 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哀啊 两个人配合在一起 可以完成一个叫做现在共同的目的 叫做王子复仇记 哈利王子的命格是一个闭塞 以及不通的一个命格 他做很多事往往都是在一个 一下没有一时没有想通就冲动而做 所以实际的哈利王子没有那么计划 没有那样的一个谋略 甚至没有那样的一个臣服 他的臣服可不及梅根这么深 那所以这件事情做完之后 我猜甚至我可以打赌 在哈利王子心中一定非常的后悔 觉得哎呀我怎么那么冲动 我怎么一下子把事情弄砸了 但对梅根而言啊 这只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 让他走上了舞台啊 那下来的路啊 王氏会不会对他而言 只是一个踏脚石 或者是一个他可以好好利用的一个工具 对于贪狼家文曲的人而言啊 很多事情啊叫做啊 用完就丢啊 那过了利用价值恐怕就没有什么好再执着下去了 让礼物 Foi 我们六个月 大概い Geneva 我们 Erde 那就带